好了,接著到我們的第四首演出 《李瓜傳之芳雪寺》 這首歌是非常之難的 一項劇情好 故事呢,如果說 那個書生鄭先生呢 就回擊考試 在途中就看到了李瓜 那見到驚愧天人 大家倆就一起走 那些十途村就省盡了 給了一個寶寶 就趕他出街了 那他就很淒涼 很疼 在風雪夜呢 他就回到李瓜 那大家再商店 就一速衝城 那最後呢,李瓜就坐他上京符號 讓他撞完 一項劇情 最近非常麻煩的 我們有請 梁碧蓉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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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大家演一首歌 我上來 好厲害 好,好美靈啊 好,好美靈啊 好,好滑 好深滑 好了 好,好,好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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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